说你年代久远就不服老了 立马就硬起来 直起来给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好廖兄他已经先拿到了 因为我自己订的那一款还在路上 所以他就非常大方 就直接主动联络我说有没有想要拍这一款 那就非常感谢他的支援 让我提早先拿到了这个玩具 就给大家做一个快速 而且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 首先《欲生至尊》在电影3是有推出玩具的 当时有一个Leader级跟一个Voyage Class 今天都是V级 我们就用以前的V级来做个对比 具体来说有四个地方很明显的强过原先的版本 首先是一个头雕的部分 头雕的话 新版的头雕的话 它的一个红色涂装是有整个是有连成一条的一个 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块的 那在原本的一个头盔你看到没有 上下两个是不同颜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色块 所以就没有一个一体的一个感觉 非常破碎 再来就是一个原本的一个头雕是 就是看起来就是稍微有点肉有点糊 而且它的胡须的话是没有的 就是直接跟下巴就切齐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新版的话呢 是下方的话呢 是硬式呢多了两条垂下来的胡须 就立体感的话呢 细节呈现的都非常的高分的 眼珠子的话呢也是水蓝色非常的明显 那尤其是本身是一个比较是包公黑啊 或者说是比较铁灰色的一个塑胶色 跟原本这个比较灰白相比的话呢 这一次的一个沉重感 还有一个立体度呢可以说的强化非常的多 这是它第一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胸口的一个形状啊 这个尖角的形状 特别是这个像是指挥官一样 这种拉过来的绳子 两侧不对称的这个造型呢 在电影里头呢其实都是蛮明显的特写 但是在当时的版本的话呢 两侧是做的是一样的啊 那第三个强项呢指着它身上的一个红色了 在Voyage Class的这个11年版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你看这种珍珠红啊 塑胶本来的红色 以及它这个另外一种亮亮的一个红色 身上同一种红色呢分成了三种啊 非常的不协调啊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Centernal Prize 是全部都是在比较漆黑的铁灰的塑胶色上面去上红漆的 因此层次感会比较强 而且统一的一致性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 非常的高 再来第三点就是它的一个背包的处理了啊 这个在电影里头呢 这两片呢应该是软的 是给飘起来的啊 它从高楼跳下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折起来的 掀起来的啊 那这个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V型的一个处理 当然不算完美 可是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整个是一个棺材板背在后面的一个版本 可以说是墙上非常的多了 那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四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点 光从外观上面呢 我们就能够比较的出来的了 再来是它的一个比较隐藏的小优点 就是它的一个可以动的关节比较多啊 最明显是这个拳头是可以转的了啊 11年这个版本的拳头呢 是整块的话是卡死的啊 应该是不能转吧 我转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发现它能够转的 以及它的这个裙甲这块部件的话呢 原本的版本呢 是翘不起来的 但是呢 这个新版的话呢 则是多了一个可以翘起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些小小的地方的可动的增加呢 也是属于它这一次的一个小加分点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是对比一下它的一个肩甲的一个体型的话 新版也是霸气的非常非常的多 最后一个对比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啊 武器的话呢 就不知道数优数列了 但是呢 新版的这个双头大刀啊 是显然是小了一点 那今天大家应该也都在网络上看到DNA的话 要推充它的一个呃配件啊 速度之快啊 让人就是很容易去了解的啊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呢 那原本第三集的轴动武器的话呢 我这一款的话是因为啊 年九十年年代久远 有点没有办法组合成一个就是轴动 哎哎 说你年代久远就不服老啊 立马就硬起来直起来给你看啊 这个还是老归老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啊 我是说一天之尊有点年纪啊 这个武器的话 孰优孰劣就很难说了啊 但是配个配件包的话 倒是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大小身高的话可以看一下啊 新版的还稍微的大一点 重量的话呢 可能 这原本来版本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 那身高的比例的话呢 我们拿出这个也是Series系列的Altima Spy 两个身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这样子看起来头顶的高度呢 几乎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如果你跟这个第三集里头呢 跟他有很多对手系的这个Megatron 这个Megatron感觉又大伤了非常的多啊 在电影里头的话呢 两个的身高的话呢 是差不多是一样高 甚至预天可能稍微高点 但是呢 SS系列里头呢 强调强调比例的这个SS里头 是各种作崩啊 当然它是L级啊 L级这么大 其实L级里面它是嫌单薄的 但是你用要拿它跟 用要跟强调比例的SS系列里头 这个反正的话就是各种反正这个系列 已经就不要再讲什么比例不比例了啊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搭不起来的了啊 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款 欲天至尊的变形过程啊 我先说一下 我这个变形过程 这一次是录第四次啊 前面三次呢都出了问题啊 第一次变的话呢 有个地方NG我重来 第二次呢录到一半呢 小朋友刚好要下课 我出门去接他 第三次呢 存到电脑里头呢 还没有传输完成 我不知道哪条金不对 我把我的手机 线给拔掉了啊 所以那个档案又损毁 这个变形今天这 这已经录了第四次啊 录到有点 真的是有点恼火了啊 哈哈哈哈 好了这个玩具 我顺便再提一下了啊 这个地方呢 外面那时候的位置 在比较偏下面啊 这个在变形保安的时候啊 这个在正常人形保安 会有点不爽啊 如果是在这里会更漂亮一点啊 这个人形怎么看到有点 这个小小小内巴的感觉 这个武器的话呢 先把它给拆解开来啊 这个录到第四次 我已经可以避着眼睛路了啊 真的 避着左眼路了啊 这个地方呢先把它给打开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斜斜一个角度的 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这个前面跟后面这里 凸跟啊 凸跟然后做一个分开 然后呢旋转这个 后半部的这个部分啊 把它旋转过来 旋转到这 然后的话呢 先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稍微做个简单的一个转轴 这里有个球形关节 转到一个 拼做成一个车尾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一边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这次方向啊 这边 转过来之后呢 有另外一个凹在这里 对不对 上一个凹不理你 下一个凹转个身 你就遇到了啊 所以呢人生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不对 这样子啊 玩变形金刚的玩具呢 也是有很多人生道理可以学习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 你可以先前后分开 再分开这也行 其实是独立的 然后就是这个 翻转这一块部件 然后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 这个地方呢 利用这里面的一个球形关节 转过来之后 把这一个斜尖的这块部件呢 给翻到下方去 那翻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地方这个转轴啊 必须要配合一下 比转的很正 这个地方扣下去啊 才能够完整的一个扣下去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小心被我给翻出来了 好 然后呢 两腿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 非常简单的合并啊 我已经变得太多次了 已经有点小活大了啊 变形还算可以了啊 就是变得太多次啊 NG的这么四次次啊 这个合并一下 那这个腿的一个部分就算OK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上半身的变形啊 首先的话必须把胸口给打开 这个地方解开啊 这里有一个凸凹的解开 这个地方解开之后呢 整个手臂才能够完全的翻到后面去 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解开 先推到一旁 胸口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注意啊 这里是有一个凸 下面有一个凸 两个凸 对应的就是上下两个 这里一个洞 上面一个缺口 那变形成人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部件推上来的时候 必须往上面推到底 然后这个地方扣进来 才能够刚好扣进去啊 这是简单一个小提醒而已 这个头把它翻到这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腰上这个部分呢 把它整个给提上来 这里有个松动关节把它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上半部的一个大回旋 转过去 再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手部的一个收纳了啊 手部的收纳呢 先把这个肩甲的部分呢 肩甲你看到内侧 这是有个凸的啊 对一边这里有个洞 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 扣上去之后呢 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把它推进去的时候 这个拳头 这里不是有个有个洞吗 这个洞要转到 朝上 那具体来讲是要先把这个 我先变这一侧好了 这一侧 这一侧有个凸比较好讲解 先把这个地方收进来 然后呢 手臂挨着 然后呢 退到后方去 推到后方的时候 哎 这个先把这个后面这两个 这个这个这个披风这个部分先把它给扣起来好了啊 我已经变得太多次 有点火大了 已经有点腻了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翻到这边 然后把它往内推进去 记得把这个凸是朝内侧 这样推进去 推进去的时候呢 它上方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有一块凸 对应上面是有个洞的 这里推进去 然后往上面顶上去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凸会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拳头去握住了上面这个凸 刚好会握住它 另外一侧的变性也是一样的 转 这边 这样进来 这个手挨着 这样放进来 放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两手要做一个合并 然后这个 虎口就握住 这个图 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这个 这里有个图跟到那个结合 把它往上扣上去 好的 这边 把它给扣上扣上 好 全部呢都给扣上了 拳头呢我也握上去了啊 这两侧也做一个结合了 到这边 接下来就把这个脚的话往上面提上来了啊 那这里的话呢 提上去的时候呢 腿的话是尽量比直 有六个地方要扣啊 两个凸 然后一个凹 对应两侧就是六个 那我的建议的话呢 会先扣住其中一侧啊 先扣最最旁边一侧的最后面这个 先把一侧给扣完 这里扣上去 这里扣上去 然后再扣第二个 再扣第三个 我们先把其中一侧给完成 然后一侧完成之后 如果这边没有裂开的话 就最好了 没有裂开的话就把它掐住 掐住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从后面这个地方啊 沿途呢 这样子扣回去 这样子 可能的话会比较OK 那这款预天制度在变形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你的施力 原则上是后面捏住的情况下 由下往上施力 而不是这样子两 这样子捏进来一定会碎开 所以是由下往上是OK的 那最后之前要扯头了 扯头的话呢 这两个胸前 这两个部件打开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这样整个就把它拆开 这一块有个凸 这个凸啊 这个凸要特别记得 一定要扣进去这个 这个凹槽里头去 两侧一定要都扣进去之后呢 再把最上面这个凸呢 扣到最里侧这个洞 如果呢 你把这个扣到这里之后呢 发现这两片部件呢 没有完美的扣到 这两个凸里面去的话呢 你要再把这个地方解开的话 不好解 除非你用工具扣开 不然其实扣进去之后呢 会非常的扎实 所以各位的话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确定 这边有放进去了啊 另外一侧呢 也确定都有放进去 因为它这个凸呢 并不是很长啊 不是很长啊 所以可能你会没感觉 它已经放进去 或没放进去啊 这个地方确定两侧都扣进去了 再把上面这个地方给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非常完美了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 这边我已经推到了 另外一侧有这个 洒水的这个装置呢 把它给弄起来 当然如果你弄高一点的话 就会影响刮牛了 有点可爱啊 那上方这个部件 我刚刚已经把它提起来了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滚动性的话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我们的话呢 来稍微把它压 六个轮子都压扁一点 最后就是把这个 武器很完美的 给收纳在这个大腿的侧边 而它这上方有两个小凸啊 就对应上面有两个 两个一个小洞啊 并不难 然后这个凸的话 就塞到这个 主要你是对这个白色的线了啊 白色的线只要对的 对的稳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这样游戏一样 施力一样是由下往上顶啊 这款玉天变形的时候 就是记得啊 由下往上顶啊 不是左右击啊 这个特别给各位就做一点 我简单的一个小小把玩 那个心得了啊 OK 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啊玉天至尊呢 从一个啊 非常帅气的一个赛星博派前指挥官 到一台地球的一个消防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玉天至尊变形之后的一个地球的一个载具啊 啊 其实呢 玉天至尊呢 当时这个玩具呢 大家都在争论说 为什么他啊 从月球上来到地球的时候呢 啊 造型好像跟后来 就是整部电好像是同一个造型 只是配色有点不太一样啊 我也觉得其实差不多 那就是说为什么他就是 OK 为什么他的一个人形就是扫描 这个载具前后好像没什么变化 对不对 这当时也是一个蛮多人去讨论的啊 那 到底怎么样呢 就是看他设定是怎么说了 总的也是玉天敌这个角色 我是比较觉得有深度的啊 载具的话呢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非常巨大的消防用车 应该是在机场里头会出现的 可能比OP那种卡车的话会大上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啊玩具的细节 都是做的还算以危机的玩具来说算是可以了 前方的车头灯啊 底部啊这个 这个应该是两个应该是现在勾拉环 那应该是营救的时候可以脱掉啊 一些个故障的车子 或者是把一些啊 着火或者是需要修理的这个需要营救的车子 给拖出来的一个结构 侧方啊这个门 然后是透明的一个是茶灰色的这个 蛮茶灰色的一个透明的一个挡风玻璃啊 上方也是有一些细节的啊 这些刻画啊什么都是有的 上方这个杆子可以动 侧边的话呢 涂装就是红色为主了啊 侧边白色的这个涂装的话呢 稍微比红色略逊一些 中间有个银漆的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Circle的一个标志吗 还是什么来着啊 然后侧方轮胎的话呢 有一些胎纹啊 那滚动性的话呢 算是还可以啊 六个轮胎 原则上呢我的后面这个是稍微有点滚不太大 但是这个我不是很在意啊 那这个上方啊 因为呢 它是一个后方有很大的这个 什么阶梯可以上去啊 这里还有一个折叠的一个造型 人上去之后的话 应该这个车子很大啊 可能怕人掉下来啊 会有这些栏杆保护人员 那这个栏杆的一个胶的话 还算比较厚实啊 并不是那种一碰一推啊 就会产生白痕的 特别是这款的变形的时候呢 你需要由下往上施力的时候呢 难免还是会碰到栏杆啊 但这款栏杆的一个啊 安全系统还是比较高的 后方的话 也是有车尾的一些细节的刻画啊 认真来说呢 极限的部位呢 可以说是包覆的非常的完整啊 严格来说就是这个啊 极限的脚尖有点小露出来 但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挑的一个 一个一个小毛病了啊 那这个裂缝的话呢 就是看各位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手法 有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了啊 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只能够变到这么多了啊 整个玩具的一个表现呢 在SS系列里头的话呢 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V级的玩具 那么玉天迪这个角色的话呢 在整部变形金刚系列啊 一到五级里头啊 当然我知道有人根本不承认后面两集啊 我是不得不不得不再次说我个人是最喜欢电影三的啊 特别是玉天迪这个角色的一个出现的话呢 让这个奥特宝跟这个变形金刚之间呢 不是只有单纯的善恶之间了啊 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难以难以抉择的一些选选项啊 那这个电影的话呢 2011年的那个夏天呢 可以说是我最喜欢变形金刚的一段时间了啊 紧接着之后又推出了这个领袖之证啊 那么透过这个SS61啊 透过一款的这个玩具的话呢 让我跳脱我现在很多不愉快 然后回到的那个 很单纯美好的一个喜欢变形金刚的那个夏天啊 这个玩具呢 确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愉快的一个 精神能量吧 那就也利用这一集的话 给大家做怎么样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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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